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WO基于TTP及UDP创建了一系列的封装 那当然WebSocket也是它封装之一 如果有同学以前是做游戏或者类似于接口开发的 可能就会想到要用到WebSocket 那么我们SWO对WebSocket的封装实现的非常简洁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说一下服务器同样的SynthOS 7 PHP 5.4 说下具体的参数 第一个NewSWO WebSocket Server 这个实例是继承于我们对应的HTTP server 同时也是继承于我们server 因为我们的HTTP server是继承于server的 然后依然保持了它一系列的函数 on函数及start开启函数 在on函数过程中它有这样三个点 第一个open 第二个message 第三个close open也就是当你建立链接的时候 message当你获取到信息 close当你关掉链接 那么WebSocket的服务器是如何发送信息给客户端 通过对应的函数叫做push 好 我们就说到这里面 具体来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在本节课程中 我们将会给大家实现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WebSocket的服务端 另外一个是我们WebSocket的客户端 好 具体来上代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创建一个WebSocket的服务端 那我们创建名字 WS简称WebSocket 等于newsverwebSocket server 对应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 0.0.0.0端口 901 这个就是创建 WebSocket服务器 然后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函数 on函数 对应状态执行 on函数 我们WebSocket分别对应三个状态 第一个open 第二个message 第三个close 第一个open 建立链接或者打开 接收信息 接收信息 关闭链接 好 我们写一下 $WS-on 这里面传递的第一个是open事件 第二个 币包含项数 逆名函数 function $WS $Request 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 $WS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Request 就是我们客户端的信息 就是我们客户端的信息 客户端 信息 首先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客户端 都包含哪些信息 $Request 同时我们可以发送一下我们消息给客户端 当建立链接的时候 比如说 我就要打印一个 你好 欢迎建立链接 或者hello welcome 来我们打印一下 $WS push 对应的第一个参数是$Request fd 那么我们要传递哪些数据呢 比如说welcome wel c-o-m-e 就是我们当建立链接的时候 是这样 那当我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再继续捡 当然 wels on 里面给到的 比如说我们叫做message 里面对那 function 同样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ws 第二个是我们的request 我们在服务端打印一下我们汇取到的信息 echo一下message echo一下message message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就是 $Reques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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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把相应的信息反馈给客户端的话 同样我们执行$WS push 里面push过去之后 我们需要找到对方的位置 同样是我们的request gfd 信息的话 我们打印一个get get get message 好 这样我们就反馈完成 那么再往下走 我们是也要先停下关闭 同样的关闭就是 $WS 给到对应的 里面是close 同样的function 同样的ws 同样的request 那么我们直接打印一下close 写杠人 好 ok 那么我们websocket 关于前台数据收发 最主要的点 就给大家创建完成了 好 接下来是启动 我们websocket ws ws-start 启动消息 启动消息 ok 我们把文件上传到 对应的服务器 上传 好 上传完成 我们开启服务器 我们开启服务器 php index.php 检查一下对应的端口 好 ok 启动了 那么我们来测 测试一下 我们对应的监听端口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发现是9501 当我们刷新一下 发现什么 http error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必须需要通过什么 需要通过我们对应到的websocket 所以主要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前台的websocket的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台的websocket的 来创建一个新的 好 我们新建了一个新的html页面 那么创建一个新的前台的websocket 那么怎么来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border底下 我们新建一个scrept 找本 为了我们的wsserver 等于我们对那位置写上 我们给到的ws 双号192.168.50.133 号9501 这个是我们远程服务器的服务器地址 即端口 然后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websocket VR websocket 等于new一个websocket 创建一个新的websocket 需要把我们的wsserver传递进来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websocket拥有的点 就是open unopen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 等于function event 我们在日日控制台记录下 console.log 连接 成功 然后同样的websocket 点上 on close 比如我们关闭的时候 我们设置一个函数 function 我们在控制台 同样记录一下 对应的关闭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如果说我们设置信息 websocket.onmessage 等于function 同样我们记录一下 我们获取到其收发的信息 比如说 我们console.log 好 我们如果说有错误的情况下 我们也记录一下错误的信息 on error 等于function 好 我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 3wrcm.net 看下效果 大家发现并没有效果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检查 发现居然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 报错位置 第18行 原来是这里面 data也写错了 好 我们重新调整一下原码 叫做event data.dat 好 我们再次刷新一下 我们的服务器 刷新一下浏览器 我们来看一下浏览器刷新 是不是 我们就发现正常了 看是不是返回了我们连接成功 而且我们用户给到的vacom 也能够正常显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服务器端 是不是也能够接触到对你的消息 大家看 是不是 我们打印了我们对应的request 信息是不是也就都出来了 http server对应的 相应的信息就显示出来 好 本解课就演示到这里 感谢大家 谢谢收看